发生了啥事吗?大哥们,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都不知道,我没头没脑的,我只天天看见我的老板好憔悴,每天胡子拉擦的,人啊,黑了一圈,真的胡子拉擦的,感觉整个人都已经没在状态了。 我还以为这次吵得很难,豪门难入,豪门本来就难入啊,之前我都跟你们说过,那个时候你们还撮合我跟小五哥,我说豪门难入,叫什么?豪门难入,我都说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东西它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因为门当户对的话,咱们的三观格局都是统一战线上的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三观格局在一个战线上,不知道,董事长没有赶过二妹家们,还有在这里我也澄清一下那个啥,澄清一下,有些人让我背黑过了,那个说董事长打电话让我,电话让我, 我让二妹回去的,根本没有这回事,我都没有接到过董事长的电话,说让二妹回家家们,这个事情没有存在的,没有过,董事长也没有赶过二妹,董事长这两天我跟他都是在公司的,对,我老板真的瘦了好多,而且整个人很憔悴,你们现在在屏幕上看见他有可能还开了美颜,他没开美颜的时候,你看着他真的是那个啥,董事长让二妹回家了,我跟你说, 董事长没有让二妹回家,没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董事长也没有打过电话,我问了董事长,人家董事长也不知道啊,小西兵哥,人家董事长也不知道呀,董事长也不知道这两天发生啥事了,老板没有接过我们的电话,没有接过董事长的电话,所以说,董事长这两天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就是董事长对我烧谎了呗,那就是董事长对我烧谎了,对不对 图的没有,那这个东西我是真没看见你们的录品,我也没看见就是二妹直播的那些录品 董事长不可能把他的计划告诉你们,哎,天天姐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问题啊,还有就是,其实董事长信任我哈,就是工作上可能信任我,但是如果说他对我一种有什么,也对我一种有什么就是啥,嗯,想,想,就是你们所说的,想让阿伟不跟二妹在一起这种,董事长现在他是不会跟我说这些的, 因为他现在觉得我就是阿伟的人,我什么心思都偏在阿伟和二妹这一边,所以说他不会告诉我这一些的,对不对 所以说,我只能在你们的口中,以及在你们天天给我发的消息里面,看见老板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王阿姨,那个王阿姨到底是谁啊,我天哪,他,他,难道还想当阿伟的后妈妈,他真的是异想天开,好不好 他异想天开,小五姨说了,他爸叫二妹回家的 说实话哈,这个东西我是真不知道,二妹有没有回家 现在我也不清楚,我的老板现在都懵了,我跟我老板说我装,我看见二妹了,是真看见二妹了 他现在还,老板都还不相信,所以说二妹在不在家,我们也不清楚 然后二妹回家,到底是谁叫他回家了,还是二妹跟阿伟真的有那个,真的有误会怎么样 这是他们俩才清楚的,这个事情是他们俩才清楚的,家二妹 这老个筷子干啥 哎呦,好乱啊,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啊,这一天天的 发生了一些事啊,我头都痛了,我真的服了,阿伟的人生起起伏伏啊,我服了 咱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家二妹 叔叔阿姨,咱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都不能好好地生活一下吗,非得闹这些事情 那董事长反对那结婚的时候,他怎么不来闹场子呢 他现在搞这些小动作,如果是董事长的话,他现在来搞这些小动作干什么,对不对 还有这是二妹,如果你跟阿伟真的吵架,阿伟或者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你不该跟阿伟好好的,那个 你不该跟阿伟好好的聊吗,你不跟阿伟好好的沟通吗,你俩是夫妻呀 沟通最重要呀,阿伟又不是你肚子里面的回虫 你想什么,他就知道,你也不是阿伟肚子里面的回虫 对吧,他想什么,你也知道这个,对不对 这个是不行的,咱们有嘴,家二妹 咱们有嘴,有些事情需要说出来,两口子需要沟通一下的 是不是,我也不能说我的老板不好,说耳妹的,那个说耳妹好 我也不能说耳妹的好,说我的老板不好 一家人两口子的事情,我们外人没有办法参与去插嘴 去跟人家提什么意见,我们只能作为中间人 我两边,两边的那个啥一下,我两边的沟通一下 老板不对的,我说说老板,哎呀 耳妹不对的,我说说耳妹,在中间撮合撮合一下 两个人就好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他俩是谁有问题 他俩都存在问题,说难听的 那你们两口子吵架,叔叔阿姨,你跟你老公吵架那些 你们吵了架,是不是两口子要沟通吗,对不对 你要沟通吗 我问小五哥,小五哥现在都没有那个事 没有时间,他完了,我问他干什么 二妹肚子里的黄吗 哇,你这个就 真了,花开姐,你这个就太离谱了,不可难啊 不可难 不可难 我跟你说,姐姐,白姐 这个事情,阿伟不是神仙 有些东西,我都说了,你竟然长了嘴啊 长了嘴的人,咱们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事情,我们说出来 我作为你的,比如说哈,我跟我,我如果说结婚了的情况下啊,我跟我老公有什么问题,我俩会沟通 当然我作为你的老婆,我也希望这个家越来越好,对不对 咱们这个家越来越好,生活的前景越来越好 那宝贝出生了,也有一个好的环境,而不是像每天这样闹得乌烟瘴气的 闹个乌烟瘴气有什么意义呢 家里面的人,大家闹得不开心,两口子还天天吵架 那日子还过个啥,对不对 什么啊,那天说,说啥 阿伟问二妹的爸爸说,二妹没有回家 那二妹,我确实是也看见二妹了呀 他跟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朋友哈,就是朋友之间一起去吃饭也很正常的 只是说他跟一个男孩子一起上车,我不知道他两次去哪里 反正那个时间四点钟左右,四点到五点 哎,你说大家出去吃个饭,那个时间也是对的,对不对 吴欣甫叔叔我都说了,我如果看错了,我的助理小王他是不会看错的 我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说,您说我会看错什么 对不对 你说我没事我吃饱了,我不希望我的老板跟二妹过得快乐吗 我在中间胡说八料些什么呀 我是真实的看见了这些东西,所以说我才问一下老板 因为我很奇怪,我就觉得平时应该 平时应该来说,二妹跟我的关系也是最好的,对不对 我一叫他或者跟他发信息,他至少还是要回我跟我打招呼的呀 怎么一下就不那个啥了,不管我了,不会看错是前男友 前男友,什么前男友,吴欣甫叔叔叔 什么前男友 我的前男友,我没有前男友,大哥 没有前男友,只是说看见他一个,我跟你说男性朋友 一个男孩子,我不知道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弟弟或者是哥哥那些 朋友直接出去吃个饭,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 男的跟二妹戴眼镜吗,戴眼镜,那个男的,戴眼镜 戴眼镜没有,我好像没注意看 我只看见他跟二妹一起上车,那个男的是这样 我们是在这边吗,我们刚出商场在这边 那个男的是这样侧面在这里这样打电话 然后二妹就在我,就在我鞋旁边这样跑过去 他脸就上车了,所以说那个男的有没有戴眼镜 我没注意看,叫二妹,这个没有注意看 二妹的前男友,前男友我 我说实话,我只是在照片上看过两次 本人的话,我是没有看见过 就是我不敢肯定 我不敢肯定,你们别乱说 我不知道那个男的是不是他的前男友,叫二妹 什么前不前男友,我没说过 你们要帮我作证,我没说过,不要乱说 这个是在干啥,这个是在毁我老板的幸福 我不可能乱说这些话了,家儿们 我只说,看见他跟一个男孩子一起 但是,是朋友还是哥哥弟弟,这个不清楚 其实,大家跟一心朋友吃饭,这个是很正常 家儿们,很正常 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二妹不理我 我又不是外人,对不对 我三天两头都还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视频你看不见啊 我看,我看什么视频啊 对,所以说家儿们,不要带节奏 我要带节奏 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带节奏 我不会去回我老板的幸福 我,二妹 我也不会说去让他怎么样 二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家儿们 他,那个啥我不清楚啊 我不清楚,这个让我的老板自己去解决 让我的老板他自己去解决 我只是敢给大家保证的话 我前天是真的看见二妹了 我没有啥任何的谎 明天星期一上班叫我的老板 问我的助理 他可以去问一下 我,我好累哦 我的天,我真的 我那个现在家儿们 你们关心一下我的老板好不好 你们去关心一下阿伟 阿伟现在整个人憔悴的不行 小林不会看错了五千福叔叔 你知道的 每天我都跟老板儿妹我们天天在一起 对不对 他俩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面前多远 我能不认识他们俩吗 对不对 我不会看错的家儿们 这个东西是不会看错 但是还有你们不要造谣哈 我今天我也不背这个锅 我只是说看见他跟一个男孩子 一起去吃饭 朋友之间吃个饭 我觉得老板也是会理解的 但是我没有说过的是人家儿妹的前男友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家儿妹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什么前男友 不要乱说话 家儿妹 对董事长现在给我打电话 发了消息了 我现在要去找董事长 我要跟董事长喝点茶 我去套一套董事长的话 你们不要在你们不要在董事长群里面说 我现在在直播 然后再聊这个事情 如果董事长也有参合这个事情的话 他不会承认的 他不会承认的 所以说你们不要给董事长粉丝群发一些这个东西 我现在去找董事长剧情需要 我谢谢你啊 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的小伙伴来 给我那个后台撕撕我 如果说你需要演员的话 好吧麻烦把我捧红 我都不想怼这些黑粉了 家儿们 我现在那个啥 马上好 马上我们就走 行可以 马上那个就是我先去会会董事长 家儿们 不要担心 儿媚的什么前不前男友 你们不要在我直播间造谣 我不承认这个事情 我没有说过是前男友 好 阿伟有一个七岁的孩子呢 我还有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呢 其实阿伟有一个七岁的孩子呢 对不对 来叔叔阿姨 你们去找老板关心一下他 他整个人憔悴的不行 又瘦了 我跟你说这几天瘦了 我明显的看到他瘦了 他这样下去 他会崩溃的 吵个架嘛 想两口吵架 吵吵闹闹很正常的 不需要这样 你们也在耳末 圈圈耳末 好吧 你们也帮我去圈圈耳末 叫他给我回个电话 给我回个消息 给老板回个电话 回个消息 我们很担心他 我们真的很担心他 不管说他没有回 回有没有回家 回没回家 给我们个准化 可不可以 让他给我们回个消息就行 快要开学 他们家那边也有房子 我不知道 对对对 有可能是快乐姐姐 有可能是弟弟 有可能是弟弟 也有可能是朋友 也有可能是哥哥 咱们一起去吃吃饭 对你们可以叫耳末 你们那个就是咱们的铁粉些 撕撕一下耳末 叫他给我回个消息 好吧 我们真的很担心他 包括给老板回个消息也可以 我们真的很担心他 如果他回去了 我们就要那个让他休息一下 老板去陪他也可以 让他给我们报个平安 报个平安 好吧 好难啊 这样我先撤了 我先撤了 我的助理都在叫我了 我先去找董事长 我先去找董事长 叔叔阿姨再见 你们先去老板直播间 多关心一下阿伟 多关心一下阿伟 让他不要想太多 嗯 对对对 叫你们不要乱说 不要乱说 你们结论带导太大了 哪里有你们想的这么复杂吗 人家可能就是两口子吵吵架 那些啥的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 什么孩子又不是阿伟的那些啥呢 不要婚得结了 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吗 什么前男友又来了 啥的那些 那前男友跟他找就没关系了 哪里又出来这些东西吗 怎么的你们找不到话题了 把这些拿来让阿伟 阿伟过得很好 你那个就是你们见不惯了 让这些来搞这些 其实我觉得两口子吵吵架 那是很正常的 好吧 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严重 至于怎么样 叫阿伟去给儿妹道歉 不管他错没错 叫阿伟去给儿妹道歉 先把儿妹哄回来再说 好吧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麻烦 好吧 我不知道没回过我消息 我联系不到他人 我联系不到他人 包括我的老板都没回我消息 没接我电话 你知道我每天跟他有这么多业务 他都没有回过我消息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是春夏姐姐把那个啥 把直播分享给我了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他那个啥 他直播 我才来开直播的 你叫住海边 对啊我叫住海边 什么呢 什么豆豆姐姐 你我记得你啊 这个姐姐 你嘴下有点得戏 你就不怼你 你现在有事要先忙 好吧 你们该忙的去忙 叔叔阿姨 你们去关心一下二位 我也不好说 你们反正那个啥 都关心一下他 关心他 先撤我先撤 家儿们真的 董事长他等我 我先撤了 拜拜叔叔阿姨 多注意身体 天气炎热 大家不要中暑了啊 不要中暑了 家儿们 家儿们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给我发消息吧 我看见 在回到家 我这段时间真的 我这段时间好忙 我忙得像条狗 我真的忙得像条狗 每天 我跟你说 早上9点来上班 到那个就是啥 到晚上有些时候 11 12点钟 现在8点半了 我现在都还没回家 我还在办公室嘛 我忙完了 我真的是累死了 我今天还是周末 家儿们今天周末 我都没有休息 快吐息了 大家多注意身体 想要您先 笑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叔叔阿姨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 你们先去跟老板聊天啊 拜拜